为了力挺台东凤梨 台东县观光协会也发动旗下旅宿伴手礼业者 把凤梨做成各式菜肴、饮品、点心 还有推出系列伴手礼 折起一直到8月底都可以品尝到 以凤梨为主元素的餐饮 让民众可以吃得健康 又力挺台湾的凤梨 满桌的凤梨料理 从常见的凤梨虾球、倒蛋糕、布丁等 满满由凤梨制作而成的料理、点心或伴手礼 一字排开放在桌上 让人不禁食指大动 而各家饭店的主厨则是仔细的介绍自家的产品特色 我今天做的是冷盘的 它是吃一道冷菜 里面加了一些吃就会了 例如洋葱啦 还有一些番茄 这些还有一些水果 调味 因为牛肉它本身 我们牛肉本身就先煎 然后再烤 然后再做净汁 它本身就有点油腻 这些沙沙这样煮上去以后 它把牛肉的那个油腻解掉以后 它更会提现的一个功能 为了力挺凤梨以及迎接即将到来的台东凤梨产季 台东县观光协会特地集结了协会的会员 联合推出以凤梨为主题的美食 要让民众来游台东吃好吃的凤梨料理 台东的凤梨是最特别的 因为在台东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品种 比如说是像水蜜桃凤梨 牛奶凤梨 土凤梨 金钻凤梨 这些台东全部通通都有 但是凤梨不只是水果 其实它入菜 做饮料 做甜点 做面包 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今天我们结合所有的饭店 大饭店的主厨们所做出来精神的料理 然后还有我们的伴首领的业者 这些都非常的特别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用 其中也有饭店业者 特别选用台东最在地的产物 制成凤梨的料理 达到吃当地吃当季的理念 这次推出了一个以台东的凤梨 加上花东的重五毫米 做的一个起司虾球凤梨中 那整个的味道吃起来呢 因为台东的米办法就很香Q可口 那加上成功的白虾 我们挑选最大只的白虾 然后把它去壳 然后经过拌炒之后 放在这个超好的下饭 然后再放到起司进去烤箱去烤 所以整个味道吃起来的 会香气适应到非常的美味好吃 那同时又可以羊颜美容 为了力挺台湾凤梨 现在市面上掀起了一阵凤梨热潮 但台东的凤梨尚未到达盛产期 而且台东凤梨生产的面积 约有370公顷 超过9成以上都是以内销为主 而观光业者提前部署 要用实际的行动 立体台东凤梨 也让农民可以更加安心 种植出品质好的凤梨 供来台东游玩的民众做品尝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